朋友们好,我们再稍微聊会天吧 我这个号啊,现在虽然西瓜头条 人家给我做了很多限制,比方说在他们平台上已经搜不到了 很多人看不到了,他也不给推荐 不过呢,毕竟人家还没给我分号,我还能发东西 毕竟还有一些,我们可以怎么说呢,那些知心朋友们 被叫做粉丝的那些朋友们呢,还能够看到 那我呢,觉得还是应该好好地把这个视频给做下去 也别再开信号了,等它完全给分了,我们再说吧 毕竟朋友们知道,我还有个安妮信息港微信公众号嘛 我们就是说,整个都分了,你就到那里头去跟我联系就行了 不过我想他也不会的,因为西瓜这个平台 它经营也很困难,它本身就是比较优秀的作者,就不多 所以呢,它可能,这也在有意识地保护我们 好,那关于这个平台的我的这个想法 说完之后呢,今天我们接着来说乌克兰的事儿 我在前面给朋友们发了一段,就是乌克兰他们制造的那种 无人机杀手,就是猎杀无人机的一种枪吧 那种枪当然它不是发射子弹了,它发射的是电磁波 发射电磁波来对付无人机,现在是稍微,就是实力 有一点的那些国家,它们的趋势,那现在俄罗斯 他们怎么样对付无人机的呢?他们自己说是 有一种特殊的武器,是激光武器,直接把无人机给烧毁了 但是呢,很多的专家说它都骗人了,因为发射激光术啊 需要很高的电力,在那个野外战场环境下 在应用蓄电池的那点能量,你说搞一些什么信号啊 就比方说是那个电磁波啊,是比较实在的 你说你发射激光术,一下子可能你整个战场的电力都没了 而且呢,还要不停地照射上一段时间,才能够融出一个洞了 有些记者呢,就问他们俄罗斯的人,那你们用你们的那个激光枪打下来的 无人机去哪了?他说,烧掉了,一个渣渣都不信了,你想想,那是可信嘛 无人机,烧了之后,它就掉下来,肯定有个渣渣,肯定有个残骸 那就是骗他们自个人的 现在世界上,就是有很多很多的无人机厂家 我的这个公司旁边,就有一个公司,他们在造无人机 当然,他们是特殊用途的无人机了 不是商业的,他们专门跟别人签了合同 人家要什么样的无人机,他们就做什么样的无人机 这无人机的技术来源,肯定不是咱们中国的 肯定是人家欧美的,人家也给解密了什么样的技术 就跟我们能够传那个计算机一样的 传完计算机,传无人机,传完无人机呢,就传那种机器狗 完了之后,还传什么呢,以后就,你要细究的话,肯定都是人家们 什么麻生理工学院嘛,还是美国的哪一个公司嘛,就等于把那个技术给公开了 你才能够做,才能有大疆啊,等等的 大疆它为什么能占领世界80%以上的市场呢,因为它便宜嘛 为什么它便宜呢,因为它的那个员工给的工资少 它的那个环保的成本比较低 它各方面的成本都比较低,所以呢,就是 它能够有市场竞争优势 但是它的技术多么厉害,也不见得,我怎么说着反 本来要说反无人机这种武器来,说着说着说到无人机上去了 国际上,现在反无人机这种武器啊,总共有130多种 北约,我看他们喜欢用的,主要是立陶宛产的一种无人机武器 来就是,维护它那个地方的安全吧 你比方说,有些间谍用无人机去看它的军事基地啊,等等的 人家不想让看的,它就把那个东西,不管是什么样的无人机吧 一到了之后,它那种武器就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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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有一种灯就会闪 它对着那个目标啊,然后呢,就是扣动扳机,然后就发射那种电磁波 上去,电磁波到那个无人机相遇之后啊 无人机就是跟无人机的困执者就失去信号了,然后就把无人机给截获了 无人机这个就掉下来了,那边呢,图像也争断了,就没有办法再控制无人机了 其实,乌克兰的无人机也是这种原理 乌克兰那家公司叫Coverters Technology 咱们都知道,乌克兰的这个科技 相当发达的,在这个航空发动机啊 或者是飞行器啊,或者是雷达啊,它的技术都是超过了咱们中国 乌克兰他们为什么要开发这种反无人机武器呢?大家都知道,正在打仗嘛 那如果不打仗,就开发不开发呢?开发呀 这个将来的商业用途也是很大的 比方说是,除了一些军方的军事基地,人家不想让人看 一些民运的飞机场不让人看 还有私人的飞机场,不让一些无人机去看 还有一些私人的庄园 还有一些机构,一些场所,人家也不想让你的无人机去飞 你过去人家就用这种无人机的反无人机武器给打下来 当然,现在最亮眼的还是在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战场上嘛 乌克兰就用北约的,世界各地的这种反无人机武器 就是发射电子波的,已经打下了不少 俄罗斯的英识啊,他们那种军方的专用无人机 跟大疆啊,等等一些民运无人机 用侦查,用定位的那些 当然,他们自己生产的也挺管运的 就是我,在上一个视频给朋友们展示的那个 就是那个武器,就是有Kvirtis Technology 有这家公司做的,也挺好的 现在这个乌克兰军方对他们订货量挺大 但是呢,他们的生产灵力又不足 你看,从我那个视频里头看到他们雇的人 也就是最多可能有三十多个人吧 因为他们现在的工床也被炸差不多了 他不能够聚集很多人做军方的东西 不然就很危险 所以呢,都是小型化,但是还要保密 他们那个公司呢,是一周七天都不休息 一天三班岛,24小时都在做反无人机的那个枪 就是,军方说是效果很好,效果很好 当然给他们也反馈了很多很多信息 当然他既然做这种反无人机武器 他也对世界各地的无人机都做了一些研究 当然这种反无人机武器都是针对小型无人机的 像俄罗斯的那个鹰石啊等等的 对大型的无人机,比方说是TP2 就是土耳其的洗手啊,美国的,他这些都不管用 嗯,好,那今天就先聊到这里吧 谢谢朋友们,再见,拜拜